行 有什么需要 下回再来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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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慢走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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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样 你在这儿啊 稍等我一会儿 我那边还有点事 拜拜 好 马娟 忙着呢 那个我前两天跟你说的事 你还记得吧 什么事啊 不记得了 你看啊 你有你自己的工作 总在我这儿干啊 早晚得把工作丢了 别生在福中不知福 好好回去上班 你看 我新找了一个接替你的人 你要觉得我哪儿做得不好 可以直说 凭什么说辞退我就辞退我呀 叶太阳把我当回事了吧 你这是说到哪儿的话呀 这一整条街 你干得比谁都好 没有你 我不可能发展得这么顺利 可我不能太自私了吧 你有你自己的事情 你总不能 为我无条件地牺牲这么大吧 我在乎了吗 你不在乎我在乎 回去上班吧 我上什么班啊 我现在没法合上 我不走 你要觉得我哪儿做得不好 我改不行吗 你哪儿都没做错 别钻牛角尖了 我真的是为你好 走就走 让一下 你别钻牛角尖了 你把我来 你快走 你快走 你 快走 你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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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想要走 爸 找来了替换我的人 不让我跟着他干了 怎么会是这样呢 前两天妈去找他了 我也不知道 他们俩说了什么 这两天 他就总对我不冷不热呢 前天 他就突然跟我说 为了我的前途 不让我继续跟他干了 让我去上班 我还以为 他也就是叔叔呢 没想到 他今天就把人都给带来了 什么人呢 就是替换我的人呗 嫂子 我是之前对你有误会 但我后来想明白了 我知道你当时是为了我好 哥 你知道吗 我从来没那么喜欢过一个人 我根本就不敢想 要是他真不接受我 我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 嫂子 这个家就你能帮我了 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你还想办法 你还想办法 快别哭了 我去问问 娜娜 娜娜 快来 奶奶刚煮的玉米一块 尝尝 好吃吗好吃 甜吗 甜 奶奶你也吃 我不吃 你吃 你吃 咬一口吃 咬一口 你又贪吃 快上去写作业吧 那个 你吃个玉米吧 我不吃 那今儿怎么活着这么早啊 晚上 让梁子去找我一趟吧 行 那我先上去了 妈 妈 你可回来了 赶紧上吉他 您着什么急啊 别老逼我 不是我逼你 他让你上吉 网约 今天下班的时候 他跟我说 让你回来啊 上吉他 那我得看一下 待会儿 就这么去啊 拿着 我跟你说啊 今天可是一大好机会 咱不能错过了 今天你把事定下来啊 妈要一个 板上钉钉的结果 听我妈说 你找我了 什么事啊 小声点 娜娜睡了 咱们出去说吧 你等我一下 我会放过 那我看你 你可不得了 我还能迭护 我看你 你等我一下 也不得了 我看你 这么快 我看你 你 就是 我看你 我看你 什么事啊 说吧 马娟儿的事 今天她去你那儿了 你到底怎么想的 没怎么想啊 你要是不喜欢她 你就把话跟她说开了 你不能总这么拐弯抹角的 弄得大家都不舒服 不舒服的也包括你吗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那你今天找我来 说这个是为了什么 他们都过来找我 你说我为了什么 你把话跟她 明明白白说开了 省得他们总过来找我 好像跟我有什么关系似的 你刚刚说跟你没关系 跟我有关系吗 王妖儿 你真的以为当初我是为了保护马明 才替她顶得罪吗 难道不是吗 不是 可是你亲口告诉过我 那不是真话 我是为了你 不可能 怎么不可能 只有你看不出来 只有你看不出来 马明从来没有相信过 我是为了她才那么做的 就在前些天 在拘留所里 她还在问我这个事 为了我 对 为了你 全都是为了你 这些话我憋了十几年了 我没说出来也是为了你 从我第一次见到你 从我第一次见到你 我就喜欢上了你 我当时 不断地去你们家 帮助你妈妈做家务 我不为了别的 就是为了能见到你 难道你一点都没有感觉 我是喜欢你的吗 从那时候起 我就发誓 为了你 我可以什么都不要 只要能和你在一起 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 有段时间 你接受并戴上了 我妈给你的镯子 我高兴得要命 幸福得快要发疯了 直到有一天 我知道你和马明好了 我嫉妒她 甚至有些恨她 后来我想通了 既然已经这样了 既然已经无法改变 与其三个人痛苦 不如牺牲我一个 成全你们俩 至少 我答应你妈的话 我做到了 无论发生什么 我都会尽力保护你 照顾你 只要你幸福 可是那时候我问你 你为什么说是为了马明呢 那个时候你们没有离婚 我又能怎么说 马明和我从小一起长大 我们情同手足 我怎么能在那个时候 说这个呢 可你今天为什么又 我本来想 有些事情过去了 就永远让它过去吧 我当年没有说 我当年没有说 就是为了能让你好好 跟它过日子 如果你们没有离婚 我一辈子都不会说 永远不会让你知道 可今天我一定要告诉你 我喜欢你 我真的喜欢你 我要娶你 不 梁总 我 我很乱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我要说什么了 你什么也不用说 当年马明比我有文化 家庭条件比我好 我只能违心地躲在他后面 默默地祝福你们 我以为你跟了他 一辈子会很幸福 可是事实证明 并不是这样 两个人幸不幸福 跟物质条件 家庭背景关系并不大 只有两个人的心在一起 才有可能一步步走向幸福 那马娟儿怎么办 我会处理的 马明呢 我和你一起面对 只要你给我这个机会 我妈一直逼着我 把这个给你 她的心思你了解 收下吧 我说你不想要 你才不要 不想要 你才不想要 我去下山 你才能够 放下山 你才能够 给你 那边 你才能够 让我 你才能够 我不想要 不要 我 你真的以为当初 我是为了保护马明 才替他顶着罪吗 我是为了你 全都是为了你 从我第一次见到你 我就喜欢上了你 为了你 我可以什么都不要 无论发生什么 我都会尽力保护你 照顾你 只要你幸福 我喜欢你 我真的喜欢你 我要娶你 妈 说什么了他 您让我办的事 我给您办成了 这镯子给他了 给了 他收下了 他 收下了 我的好儿子 你算了了 妈一桩心愿 阿弥陀佛 不过这事我们俩商量好了 先不往外说 您可千万别说出去啊 为什么呀 还能为什么呀 马明马娟 马明马娟 得跟他们俩说清楚啊 也是 要不那什么吧 其实 马娟这孩子也挺好 您有说什么呢 我 我不是 我是说那个 王爷儿岁数不小了 你们得抓紧 爸还等着抱孙子呢 对吧 妈 我上学去了啊 梁伯伯再见 妈妈再见 等一下 娜娜 妈妈 好了 走吧 你怎么没带啊 什么 手镯 干活不方便 我想等事情定下来再说 好多事还没处理呢 也好 走吧 行了 你别干了 我来吧 什么意思呀 你不是被解雇了吗 你搞搞清楚 谁被解雇了 我是这儿的老板娘 你 你是老板娘 昨天雇你来那人 是我家里的 你看我昨天气呼呼走的吧 那是因为我们还没商量好 要不要雇人呢 他就把人给带来了 我们这生意不太好 我是怕万一到了月底 给你发不出来工钱 到时候怎么跟你交代呀 是吧 所以我们昨天晚上回去就商量了一下 决定还是赶快 把今天的工钱结给你 你还是练磨高进去吧 你们什么意思呀 你看你就干了一天 给你结六块钱行了 我一想吧 你这也挺辛苦的 给你结十块吧 算了 对不起你了 哪有这样的事情 不行 等他回来再说 你看 我这话都跟你说这么清楚了 你就干了一天 结十块钱不算少了吧 再说他今天也不来 你要硬要在这儿干等一天 也没人给你结工钱吧 反正随便呢 这不是帅人玩吗 实在对不起了 我们以后要是生意好了 需要人的时候一定再联系你 行吗 好吧 以后也别想着再找我 我想应该做出来了 喝 真做出来了 速度够快的呀 昨天他们肯定是加班了 怎么样样子还不错吧 不错 你要是真能削出去的话呢 你要多少我就给你做多少 我跟你说啊 我让我新雇的那个小丫头 穿起来当模特 肯定好卖 马娟就这么干 衣服我拿走了啊 好 好 大哥 看这条裤子怎么样 厚了厚了点 这个这个 这个料特别好 你看大姐打算这么年轻 你是不是适当 别那么不适合花钱 是不是 挺好的吧 大姐 想 想条牛仔裤 多少钱 这条啊 这条是外貌货 贵了点 三十八行吗 有点贵 这件吗 对 这件 你怎么又来了 小丽呢 哪小丽 就我昨天新雇的那个 不干了 走了 这条裤子怎么样 行 就这条吧 好 来 你折起来啊 这好好的怎么就不干了呢 来 来 夏宇再来啊 被我给辞了 谁让你把他辞了的 怎么了 不行啊 来 把衣服给我 大姐 我跟你说你算硬气好的 这我们老板 刚进的一批货 还没上架呢 你去外面看看 看 你看看喜欢哪架 这架 这架是吧 我也觉得这架 你穿这架肯定特有气质啊 多少钱 算你便宜一点 五十吧 行吗 好 帮我包起来 行 一点没挣你钱 来 你帮我把一袋撑一下吧 好不好 来 钱给我 开饭了 开饭了啊 开饭了 喝了 来 来 来 开饭了 开饭了 你怎么在这儿啊马科长 我今天顺便来看看 好好好 来 帮个忙啊 吃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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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饭了啊 吃饭了 先吃饭 好干活 来 歇会儿啊 歇会儿吧 吃饭了 鸭肉丝 红烧到复 你看 赵老板生意多火啊 谢谢 也得帮生意 那你放心吧 来来来来 坏子 王爷 我看你这儿 连吃饭的地方都没有 我也正想找一个 大一点的地儿呢 那得抓紧 放心吧 找地方交给我 好 看看 多好啊 你也吃啊 我吃惯了 那个 鸭儿 曼娜考试的事 包在我身上 今天晚上我回去 跟她好好复习一下 你呢 踏踏实实忙你的事 不着急回家 那那个 那我就不添乱了 你忙吧 我走了鸭儿 我走了 走了大房 谢谢啊 客气啊 走吧 快吃吧 看看 你看看 人家人多好啊 来 别老撑着人家了 这该复婚就复婚 小心人家跑了 我看这梁子 跟马娟也有戏 你们四个人一块结婚 我们大伙 还少出一份份子钱呢 你们说是不是 对对对 菜都凉了 你还不抓紧忙你的 我还要送菜呢 我走了 你们吃好啊 多提宝贵意去 再见 再见 走了 来 饭来了 吃饭了大伙儿 这一号的 您六毛钱的啊 来 接住了 来 我那一盒 对 您那是八毛的吧 来来来来 谢谢啊 吃饭了 吃饭了 再再再 五毛的 来 红烧茄子 吃好了啊 开饭了 开饭了 来 娟儿 娟儿 你怎么不吃饭啊 我不饿 梁子呢 不知道 没来 趁热吃了吧 他好像是下定决心 非要赶我走不可了 他这也是为你好 你说你放着那么好的工作 不做非要干这个 我为什么非要干这个 他不知道吗 他为什么两天都不来啊 不就是躲着我吗 有他这么伤人的吗 别哭了 原来 我一直以为 他是心里装着你 才不肯接受我 可我妈说你跟我哥 都快要复婚了 嫂子 你告诉我实话 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真的是因为你吗 这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本来你们俩就是不可能的事 怎么不可能啊 我妈不反对了 你跟我哥也要复婚了 现在不就她妈反对吗 可梁大妈为什么反对 我真想不通 她不一直想让梁子哥 快点结婚吗 上次你给她介绍 那个什么小奖她都同意 为什么就不同意我呀 总得有个理由吧 这嫌我小 嫌我们俩差距大 可这都是她家梁子的弱处啊 为什么还要嫌我呢 再说我也看得出来 梁子她对我是动过心的 这到底为什么呀 我真的快被逼疯了 我该怎么办呢 那她就走 她就走 我还要走 那链子 我贴迫我了 我员也是 那我管他 你说出来 马明大妈怎么活 马明和马娟怎么看她妈 还牵扯梁子 这里牵扯事太多了 当时大妈实在没办法 我但凡有办法 打死我也不能说 不能说 行 我不说 她要是找你 你就往我这推 我知道你压力大 这事我扛 坏人我一日当 但是就是千万不能说 妈 什么事啊 神神秘秘的 还千万不能说 那什么 你们俩聊天呢这儿 聊什么呢 说出来让我也听听 家里还有事呢 我赶紧瞅瞅瞅 我也回去了 你跟我妈说什么呢 说点以前的事 以前的事 对我还保密啊 不说那个 我问你 你总是那么躲着马娟 也不是个事啊 我跟她说什么她也不听 软硬不吃 我也没什么办法 那什么 我看见 马明昨天来过 娜娜要考试 她过来帮她补习一下 要不然 咱们俩的事公开了吧 长痛不如短痛 你说呢 你怎么了 行 公开吧 咱们是一起跟他们说的 还是各说各的 一起吧 也好 互相还能壮个胆 要不真不知道怎么开口 把手镯戴上 定个时间 把他们约到一起 把事情说清楚 那我约马娟了 好 马明 妈 你跟王燕的事怎么样了 我和娜娜给你们创造这么多条件 怎么没进展呢 妈 有进展 当然是朝好的方向进展的 我最近呢 突然有一种 当年谈恋爱的感觉 心里头啊甜蜜蜜的 去去去 别肉麻了 那既然这样 抓紧呢 妈 这事又急不得的 我只是想充分地感受一下 以前没有感受到的东西 那种感觉 别臭美了 听妈的没错 趁热打铁 对了 妈 梁子呢 最近给王燕找了不少活 王燕那个服装店呢 挺火的 她还帮王燕呢 搞了两台缝纫机 这孩子什么意思啊 不是说他俩是清白的吗 不知道 没事 你跟王燕啊 赶紧把这事说开了 你们俩有孩子 你比梁子永远是分量重的 明天我就去 要不要我和娜娜帮忙啊 妈 不用不用 这点事儿儿子还办不了吗 马娟儿 你来了 我想和你谈谈 谈什么 街角有个餐厅 咱们俩一起吃过饭 还记得吧 下午我请你在那吃饭 吃饭 你是想跟我说什么吗 我想咱们俩的事儿 坐下来好好聊一聊 你放心 无论遇到什么事儿 我都会跟你站在一起的 我早跟你说过了 我什么困难都不怕 只要咱们俩能坚持到底 长辈们的意见 就够不成阻力了 是吧 那什么 你今天一个人忙活 累坏了吧 你先回去休一休息 这儿我盯着 我不累 快回去吧 咱下午五点 无见无散 回去吧 那我走了 你把这个收好 尸陀佛 尸陀佛 她的ồi görd 好 好 嫂子 嫂子 我 这竹子我见过 梁子的 我知道 可它怎么在你这儿啊 她让我 她让你给我的吗 我说她今天 怎么主动来找我 说要谈谈和她的事了 这两天 都会把我折磨疯了 不是 嫂子 还是你跟她说话最有用 不 娟儿 嫂子 太谢谢你了 你太好了 嫂子 那我先走了 我走了 走啊 好 好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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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好 通知马鸣了吗 嗯 你没事吧 走 走 镯子被马鸣拿走了 怎么让他给拿走了 你说马鸣是不是一根金啊 我正要把手镯戴在手上 他却冲进屋来 结果正巧被他看到了 他就认为是你 托我转交给他的 你说他也不想一想 如果你想给他 还用得着我给他吗 业儿 别着急啊 等他们来了以后 咱们跟他们解释清楚 不就行了吗 我现在担心 怕没有咱们想得那么简单 他没有任何的心理准备 这么冒昧地告诉他 我就怕他受不了这个打击 真要是受打击的话 早受比晚受强 你说呢 有时候 看到马娟执着的样子 我也不是一点都无动于衷 可这事情总得有个结果 不能总这样不明不白的 马娟 哥 你怎么在这儿啊 你嫂子约我去来吃饭 不会那么巧吧 她也约你来了 梁子约我来的 不愧是他们俩约着咱们俩吧 我来 王妍 你们俩干什么呢 你怎么来了 那个娟儿 咱坐下说 来 我不坐 你们俩怎么在一起 谁能跟我解释一下吗 我来解释吧 今天我们俩请你们俩来 就是想把事情说清楚 你们俩 什么时候成了你们俩 就这一两天的事 坐下说吧 坐下来 咱当面把事情说清楚 王雅 你看看你 这么好的事 干吗不提前通知我们呢 恭喜二位啊 那个 行 现在我们不是已经知道了吗 那个 我是吃过饭来的 等喝到你们喜酒的时候 再吃你们饭 王娟儿 走吧 凭什么是我走 嫂子 下午我去你的时候 你怎么跟我说来着 我 娟儿 算了 把这儿走吧 你还说这些干什么呀 我不走 我走我要说清楚为什么是我走 他哪儿比我好啊 我辛辛苦苦在外面帮梁子创严 他都干了些什么 你怎么能这么阳奉阴违暗度陈藏啊 你明知道我那么喜欢他 为什么非要跟我抢 你再看看我哥 你看看他 他满怀希望想跟你赴婚 一门心思想跟你和好 你怎么能这么狠心呢 嫂子 行了 马娟儿 你 你要再不走的话 那就丢人现眼了 走吧 马娟儿 这事怨我不怨她 是我没把这件事处理好 对不起 你怎么能这么对我 这是对不起能解决的事吗 杨三 你说你做什么事 我不是你的好帮手 你遇到什么问题 我都站出来跟你解决 他能帮你什么 什么不都得是你帮他 哥 你是怎么想的 你是真的要放弃我吗 咱们俩在一起会播得很好 可他带着我哥的孩子 你跟他在一起生活 怎么可能没有以前的痕迹 再说我哥 他现在还是爱他的 你真觉得你能处理好 这些复杂的事吗 你都想清楚了吗 行了 你要说说你自己 你动拉起指的痴症我干什么 你不走 我走了 马鸣 对不起 你先进去听我 你离我远一点 我不认识你 马鸣 你对我的帮助我知道 可我这个人不太善于表达 你对我的好 我都记在心里 可是这情感归情感 事业归事业 这是两码事 今天把你请过来 不是为了刺激你 伤害你 是因为我这心里憋得慌 想跟你把话说清楚 咱的那个服装摊 以后就是你的了 你要不想上班 你就接着干 谁稀罕 马鸣 别嫁我 从现在开始 我与你恩断一绝 你知道我有多恨你吗 你千万不要以为 你真的哪儿比我好 更别以为她是真的爱上了你 她是要圆她十年前的一个旧梦 她以为强奸罪判了十年了 坏了是我 可以要圆这个梦 娘子 你别后悔就行 我说她的我不会 聊很久 你为什么要篇 我 我来说 你的 词 你 你 得 不可能不可能 这 他们俩 真的好伤了 两个人郑重其事约我们去说的 还有什么不可 马铭 你说 这怎么回事啊 王燕他怎么能这样呢 妈 别说了 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意义吗 怎么没有意义啊 我那房子都无偿给他了呀 王燕怎么能这样呢 我还一门心思 希望你们俩复婚呢 天哪 这可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还不是我嫂子在中间搅和他 亏了我以前还那么相信他 他这人怎么这么阴险呢 明一套还一套 我现在恨死他了 这俩子也太过分了 我找他去 那你刚才干吗来着 你说我刚才干什么 你刚才装好人来着 别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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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会是这样 妈 好 别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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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最好的 真的不想长大 想要时间停下 遮着你的衣角 让你带我回家 我的最爱我的人 我的像个孩子一样 问我一些说话 简单却无法回答 老大我最爱的人老了 想要给你最好的 真的不想张开 想让时间停下 插着你的衣角 让你带我回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